You deserve more 就是你應該要能夠值得擁有更多的東西 可是為什麼都沒有 為什麼同樣的耳機做出來技術就是比人家好 但你為什麼就是比人家便宜三十萬美金 為什麼 為什麼 我就一直很不服氣 包含去Apple那個經驗我才了解到 其實我們的教練環境沒有在教我們怎麼創造價值 不是從消費者之那麼 why 為什麼你要這個東西去想 我們是從設計做什麼東西what 然後怎麼做出來去想 也不是先從what去想 這是不對的 因為我在大學參加ISAC 有點算是一個啟蒙 另外一件事情其實是 這台大概不知道是什麼 我在大學齁 就開始迷那個PDA剛開始出來 我就是那種early adapted 就是那種率先採用者 然後沒有錢 包包包一個月也是給我八千一萬一萬多 我自己去打工賺之外 我還 就是 省吃緊用 然後就去買這種東西 Sony NR70 為各位隆重介紹 超屌 就是 POP氣筒 你聽過吧 POP CAMERA的三十萬畫素 哇 放透了 然後有觸控品 然後有實體鍵盤 這個叫做 當初叫做異品 就是 就是那種社會人士在玩 我那邊搞了一台 就搞了這台這個 然後每天就在那邊玩 在研究 這個畫素很棒 320×480 可以 螢幕可以翻轉 真的是太 太屌了 我就弄了這台東西 同時間 這是我第一台筆電 叫做 IBM X31 大家絕對也都沒有聽過 因為這個時候的 IBM 還沒有賣個聯想 還沒有賣個聯想 還不是 Lenovo 就是 IBM 小黑 我不要迷這個紅店 有一次 上行銷學課程的時候 我就上台 老師就說 你們要賣一樣東西 我就說 好 不如就賣這個吧 那個時候 一個班上 50個人 可能只有 三個人有電腦 然後我也是省事請用 然後 拜託我爸媽 拜託我爸媽 拜託我讓我買這樣 我就買了這台 好 我講完那個 IBM 我就講 賣這個產品 講完之後 我就穿一張上去 講完之後 老師就說 你是不是在 IBM 工作 然後我就說 是 然後 他說 喔 怪不得 我說老師騙你的 講完到這邊結束 差不多這個故事要結束 就是 其實 其實 我的能力 我應該要做的事情 我覺得 怎麼這樣推理下來 其實就是 就是 那個時候 我就注定我要做現在的事情 只是 我 I didn't realize 就是 我不知道 最後兩章 這是我的經驗 傳統的定義喔 這個是媒體 這個是建築設計家網路媒體 這是諮詢科技 這是健身器材 這是設計家產品廠 你會覺得我這個人叫做博物正經 不知道自己的專長在哪裡 這樣 但是因為我自己很清楚 我今天要講的題目 就是這個故事 希望跟大家講的題目 就叫做 你要把握的機會 像我在拍視 我在 I love 我在大小媒體 在那邊做行調企劃的時候 一定有做過一些事情 然後我看到那個機會 我就去把握 我不會say no 就像前兩位 講者講 我不會say no 我會很清楚的評估之後 然後我就去say yes 我看到 我知道人的一生成功 跟發財的機會 或者是你追求 不管是什麼 其實那個機會只有幾個而已 不會有很多 台灣人常常 老一輩常常想講一句話 身體愛過 探奇無所 幾個坦 各無 其實我越 工作經驗越久 就越發現這件事情 不是真的 人一生能夠致富 一生能夠成功的機會 就那麼幾個 把握你的機會 然後 所有人都在告訴你 你應該要補足 你不足的能力 那個 那個我缺乏 我應該要加強 那個我不喜歡 我跟他講 我的經驗是這樣 就是 其實這件事情 對我來說也是不對 我後來理解到 你只要知道 你擅長什麼 你做什麼事情 能夠贏過80% 90% 95%的人 然後你去把那把肩磨力 磨得越力越好 但不是叫你很尖銳 個性不能 不是這個意思 你越來越做 知道說 就是一萬小時 你知道說這件事情 就是你擅長 或是你註定 你註定要做的事情 那我希望 那我希望 這講起來有點懸 那我希望 給大家一個分享 就是說 這就是我要講的題目 看到機會 就去把握 然後知道你的 用這個機會 去了解你的優勢跟專產 你真正註定要做的是什麼事情 然後就有往直前 然後 我跟大家前兩者 前兩位講者的那個觀念 比較不一樣是 我不覺得人生是打怪 雖然那是一個很棒的比喻 但是對我來講 我比較喜歡 像白痴夢貓喜歡那種感覺 就是其實你從那個office 跳到那件事情 其實只有 沒有距離 就只有你做跟不做而已 對 你的人生是無限的可能 無限的可能 那你要挑 挑就是 你要知道你的優勢這樣 然後去 去 慢慢 理解 推理成你自己的東西 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 抱歉 一定參謀時間 特別請 特別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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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